就說他去 童框侯友宜 當然大家知道 因為他自在2026的新北市 但是這個時候就是說 國民黨當時在招委的時候 是一席都不讓民眾黨的 那他 他做這樣的政治盤算 你覺得他會得到他要的目的嗎 其實這個舉動 確實對黃國昌來講 我覺得對他人設是 有點奇怪的 有點奇怪 但是 也許他現在就是 吃了襯頭鐵的心 只要是民進黨的對面 他都願意支持 也許 但他 我覺得換一個角度 民進黨要在這個部分 要特別謹慎 什麼叫謹慎 就是 因為新北在2010年 升格以後 就從來沒有 民進黨沒有勝選過 所以 現在 當黃國昌 理論上 當黃國昌參選 國民黨又有人選的時候 其實對 一般都認為對民進黨 是理論上是一個機會 是一個 應該說 2026民進黨把新北 拿下來 一般都認為是很有可能的 因為這個沙喀都 有機會收復啦 就說藍綠在基本盤的狀況下 這個綠只要把自己的盤勢穩住 可能黃國昌拿到的都是藍的票 所以那你從黃國昌現在舉動 他在跟侯友儀式好 那當然就是去拿藍的票 可是藍的過去對黃國昌仇恨值又很高 所以我說 你知道這個叫解不斷李海亂 這個解很難解 這個答案 目前 老實說2026之前 我們都很難解 還是他最好的盤算 當然就是國民黨乾脆理論我 藍白河 我不能排除 黃國昌有這樣想法 但我不認為國民黨會這樣做 不認為 除非今天有一種叫做交換 比如黃珊珊不選台北 那我黃國昌 就李浪 除非交換到這種程度 可是 真的能這樣做嗎 我不認為 現在的 現在的柯文哲可不是那個 只有拿158萬政黨票的民眾黨的黨主席 現在的他是 拿了369萬票的這個 總統落選人 所以呢 我認為他們未來民眾黨在 整個政治上面的鋪排 就會完全不一樣思考 而且柯文哲還去總統府見蔡英明 黃國昌做這個 做這個決定 注意喔 剛好就在柯文哲 他去見跟侯友宜同框 是在柯文哲去見蔡英文之後 所以你不覺得更有趣嗎 你不覺得這個更有趣嗎 就是你的黨主席 看起來是要做朝野和解 可是你去找另外一個 這個總統落選人 然後跟他在同框 所以也就表示黃國昌 他在2026 他是 我覺得某某程度啦 就是他下凡城了啦 就是 當年太陽花的時候 他以赴高高的 他是指導老師嘛 林非凡啊 陳偉廷每天都 也不是這樣說 國昌老師 這我們大家都清楚啦 不然那時候為什麼是黃國昌 進總統 那個時候去跟 所謂的 蕭旭成 會面 他偷偷去 他偷偷去的 他們有經過授權 對 沒關係 所以我說 我說 你們現在太陽花要 要割袍都沒關係 但後來你們都還是跟他一起 成立了政黨 所以我才說 沒有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加入 習大利昂 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 我是說 這個島國前進什麼 你們都還是同意掛的啦 但我必須講 在 這一次黃國昌他現階段的 很多的這些相關的 處置 我認為他開始 思考所謂的 勝選可能性的時候 對藍跟綠都要特別的謹慎 因為黃國昌不再是那個 當年只會 就是 只會看到藍就反 看到綠就反 他開始思考 所謂政治務實面 他第一次選區 所以他的政治務實面就是 挺綠有票我就挺綠 挺藍有票我就挺藍 還是不是不是不是你搞錯了你對他有偏見 我沒有 我要強調是他第一次選區域立委的時候他在戲子是很不接地氣的 他把所有的基層選服都是丟給所謂的已經既有的架構去處理 可是他這一次他在板橋社的服務處也好或者說他在新北的跑 他開始是自己聊下去的時候 我必須說 這個叫做民眾黨的進化 或說黃國昌的進化 那種計劃是叫做選舉 贏面的進化 他為了選舉能贏 他們開始思考一些策略性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對傳統藍綠我必須講會有衝擊 尤其是在年輕人的選票的部分 民進黨最大的挑戰就是 2026 請問年輕人 會選擇 第一品牌到底是民進黨還是民眾黨 這是民進黨接下來馬上面臨的挑戰 所以我相信 林非凡也好 洪森亥也好 其實本來賴清德 期待他們能夠扮演的就是把 青年留住嘛 不然為什麼叫吳針什麼開始播 就是 青年票對民進黨來講絕對是重中之重 這是尤其是未來賴清德要連任 都是必須的 可是當今天有一個 陳曉金叫民眾黨的時候 國民黨基本上民進黨已經不會 那個青年票你們基本上國民黨已經放棄了啦 可是呢民眾黨目前就是 民進黨最大的 所謂40歲以下的競爭者的時候 黃國昌的一舉一動 我必須說 民進黨要特別謹慎 因為 黃國昌開始走 不是以前的黃國昌的路線的時候 當然有一種方法叫做破他人設 就是說你看你現在 很虛偽啊 開始跟侯友宜怎麼樣 可是如果 年輕人不在乎 就好比說 這個韓國瑜的滿意度 像民意基金會裡面做的20到24歲 居然有將近六成對韓國瑜滿意的時候 我說這個就是對民進黨的警訊 就是年輕人 你要知道我 最近有一部電影叫周楚楚山海 你知道我問了30歲左右的那個 那個朋友 他說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周楚楚山海 同樣的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 20到24歲 可能對太陽花是懵懵懂懂的 也不過才10年 也不過才10年 所以 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 因為 太淺跌了 那很多的事情 他沒有辦法累積 所以他就看 最近我覺得這個人 看他蠻順眼的 韓國瑜20到24歲 居然能夠拿到將近六成 我是覺得不可思議 奇怪他也沒做什麼事情 我老實說他沒有做什麼 可是 也許 就是因為他沒做什麼事情 沒有就是因為 他只是按照一般的邏輯走 一般民眾就覺得OK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 我們現在民意 對這些政治人物期待 其實相對來講 我覺得沒有很高 所以大家就是 符合基本期待 可能就可以得到支持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 小鈴鐺